今天上午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关于一个特别的应许 这个应许经常被嘲笑 经常被忽视 藏起来 或者被打击 我相信这个信息很重要 因为很多基督徒搞不清楚这个应许 教会里对很多事搞不清 但我相信这个应许非常重要 因为这真的是有福的盼望 现今时代如此黑暗 我们都应该拥有这个应许 就在我们说话的当下 很多国家在分崩离析 一个接一个地垮塌 这不仅和COVID有关 还有更多更多的原因 政府腐败 暴政等等 在南非等地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但是跟COVID无关 伊朗 伊拉克 黎巴嫩 叙利亚 欧洲的英国 法国等地 全球很多地方都一片混乱 看起来我们好像已经到了巅峰 现在正一路下滑 跌落得越来越快 许多政府出于失控的状况 同时激进分子活跃起来了 当然他们想夺权 人们对自己的政府极度缺乏信任 不知不觉中 世界开始呼唤一种不一样的政府系统 不是由一个政府治理一个国家 而是中央集权的系统 号称要用更捷径 更好 更棒 更安全的方式治理 货币体系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了 加密货币如雨后春笋 很快就可能成为全球货币 我们正在目睹世界统一宗教的兴起 你们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 但我们看到 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渐渐高涨 这种运动从基督教中剔除了基督 然后用善行和做工来填满 就是说好话 做好人 做好事 容忍每一个人 不再是只有一条道路 一个真理 一种生命 而是条条大路通向神 如今到处都能看见这种状况 我们必须更加戒备守望 我们来祷告 求神祝福今天的信息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 你的话语就是真理 求你今天用这个真理使我们成圣 我们不想要我们自己的意见 不想要自己那一份 我们今天只想从这个讲台宣讲你的话语 谢谢你 奉耶稣的名称颂你 阿们 所以今天上午信息的标题是 那个应许 再说一次 神给了我们很多应许 耶稣给了他的门徒很多应许 但其中有一个应许 经常被嘲笑 攻击 隐藏 或者忽视 有意思的是 97%到98%自称为基督徒的人 实际上在躲避这个应许 圣经在西伯来书10章23至25节说 又应该坚持我们所宣认的盼望 盼望是存在的 毫不动摇 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这个盼望是在应许当中的 所以我们要紧紧抓住 就是说他一定会到来 我们也要记住 过去发出应许的那一位是信实的 所以我们可以清楚看到 我们现在说的是正在临近的事 因为圣经说 我们又应该彼此关心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我们不可放弃聚会 好像有些人的习惯一样 却要互相劝勉 你们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应该这样 所以对于将要发生的一件事 存在一个盼望 而在过去已经发出了应许 以色亚书里面说 我是神 没有神像我 我从起初就宣告末后的事 从古时就述说还未做成的事 说我的计划必定成功 我所喜悦的我都必做成 以色亚书46章9章到10节 太奇妙了 因为神从起初就宣告末后的事 祂想让我们知道 而祂的计划不取决于我们是否信实 或者我们的灵性水平 你个人决定是否与基督同行 会影响的是 当神的应许实现的时候 你所在的地点 而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 因为那应许者是信实的 我们纵然不信 圣经在提摩太后书2章13节中说 祂仍然是信实的 因为祂不能否定自己 这就是我们的神 这很有意思 因为没有哪一个神的应许会不作答 不应验 因为神的一切应许在基督里都怎样 都是是的 为此我们借着祂说 阿们 是荣耀归于神 神是奇妙的应许者 祂是信实的 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一定会实现祂的应许 好 现在我想花几分钟来谈谈你们 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外邦人 你们所有人都曾经没有盼望 没有神 没有基督 对神很陌生 说到弥赛亚的奥秘 弥赛亚的奥秘 基督的奥秘 想到弥赛亚是神道成了肉身 真是太奇妙了 弥赛亚不仅是以色列的弥赛亚 也是全世界的弥赛亚 圣经说你们曾经在肉身上是外邦人 按照用手在肉身上行割礼的规矩 你们是没受割礼的 记着 记着 祂叫你们要记着 记着 那时候你们还没有基督 对于以色列国来说 你们是外邦人 你们看见以色列得到了很多应许 甚至当他们不信实 神在他给以色列民的应许上 仍然是信实的 过去 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 你们看见犹太人回到了他们的土地 那个神迹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了 那发生在一个不爱基督 不追随基督的国家 他们还没有追随基督 但是神是信实的 而你们对以色列来说 曾经是外邦人 你们曾经和什么没关系 和什么的约没有关系 和带有应许的约没有关系 看这就是我们的神 他立了带有应许的约 你们曾经没有盼望 你们在这世上曾经没有神 但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借着基督耶稣 不是借着任何其他的哦 不是靠着你努力工作 不是因为你的美貌 不是因为你厨艺高 不是靠任何其他的 不是你身上的任何东西 使得神来救了你 我们为什么爱他 因为他先爱了我们 所以他说 现在在基督耶稣里 你们这些从前远离神的人 怎么样了 你们是靠什么 被带到了神的面前 是靠自己的好行为吗 嗯不是 但我是个好人呢 不你不是好人 人人都犯了罪 亏去了神的荣耀 所有的人 没有一个好人 我可不同意你这么说 我可没有问你哦 神只是在告诉我们 人人都犯了罪 亏去了神的荣耀 所有人都是这样 而所有你们这些 从前远离神的人 现在单单靠着基督的宝血 可以亲近神了 我经常说 自从耶稣死而复活以后 神用的是一个 带滤镜的镜头 来看我们 那个滤镜 就是耶稣的宝血 有这个滤镜时 他看我们是完美无瑕的 而要是没有基督的宝血呢 你可不想看镜头里的那个样子 就好像在一个光线很差的地方拍照 女士们先生们 西伯来书十二章 现在他却应许说 下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 还要震动天 下一次这句话是表明那些被震动的 要像被造之物那样被除去 我们制造 我们创造的所有东西 所有我们以为会持久的东西 都不会持久 听着 双字塔倒塌的那天 我就在纽约市 那天的前一晚 我就在双字塔上 其实那两座楼 到那个时候还没被攻击 我挺惊讶的 因为我记得在那之前几年 有人想从大楼底部 从地下停车场炸毁大楼 我其实还问了导游 如果有什么东西撞击 那两座楼会怎么样 他们会往右还是往左边倒 我想说如果倒了 会把周围所有的东西都毁掉 我的导游说 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但是这两座楼建造的方式 是让大楼如果受压的话 会像一堆纸牌一样垮塌 我听以后说 哇 第二天早上 纽约的天际线永远地改变了 人手所造的东西会倒塌 然后圣经又说 好使那些不能震动的 就是属神的 可以留存 我要告诉你们 在旧约里面 神就已经把应许赐给你们了 不光是给以色列 也给你们 先知 但以理是我最喜欢的先知之一 关于外邦人的时代 但以理是最重要的先知 大家看到 过去大多数先知 都在讲神对以色列的应许 都在当时的时代 直面走在罪的道路上的以色列 在讲千禧年王国中 对以色列的应许 可是但以理看到了权力 从以色列的国王转到了 尼布贾尼萨那里 他也从他所领受的 所有意象中明白 那种状况会一直持续到 以色列在末日得救的时候 直到那时 以色列才会再次成为万国之首 那当然指的是千禧年王国 到那时他们相信基督回来了 因此全都会得救 但大家要明白 但以理给我们写的是 关于列国和外邦人的事 他从列国中看到了 神将来会聚集至高者的圣民 现在看看你们自己 你们可能会觉得难以置信 但是你们也属于至高者的圣民 至于我但以理 我的灵在我里面忧伤 我脑海中出现的异象 使我惊慌 于是我走进其中一位势力者 问他有关这一切事的实情 他就告诉我 使我知道这些事的意思 他说 这四只巨兽 就是将要在世上兴起的四个王 这些王国 这些帝国 会一个接一个地统治这个世界 然后看他说了什么 但至高者的圣民 他不是说但以色列 他也不是说但犹太人 他说的是但至高者的圣民 必要得国 最终他们将得到这个国 他们将拥有这国多长时间 拥有这国直到永永远远 哇哦 你们其实现在可以去印这样一张名片 未来州长 因为你们将来要和他一同做王 我去网上搜了一下 想看看网上关于耶稣对教会的应许 都有什么内容 有数不清的网站 有些很奇怪 很多还不错 所有网站都给出了七到十个应许 我选了其中七个 待会儿就给大家看 很有意思 七个应许 我们喜欢这个数字 第一个是生命 应许有生命 圣经说 即使我们活着 我们却因为我们的罪是死的 当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时 他就给了我们生命 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对门徒说 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但为我牺牲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 如果你追求的都是自己的东西 你就会失去它 但你要是追求创造生命的那一位 你就会得到生命 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 贼来了 不过是要偷窃杀害毁坏 我来了 是要使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第二个应许是接纳 我们被接纳 成为被爱的 约翰福音六三七说 凡是付赐给我的人 必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 我绝不丢弃他 那些来到他面前的人 他永远不会拒绝 接纳 想一想 摩达拉的 玛利亚 想想他身上有多少鬼 想一想 连他的父母 都以他为耻 他们从没把他介绍给任何人 有好多鬼 每次以不同样式 显现在他身上 你要是介绍你女儿的话 一定不会介绍这一点吧 圣经说他没结过婚 他跟随基督 因为他是唯一接纳他的 他在他身上 找到了生命 所以他是那个周日早上 第一个到了坟墓的人 他是第一个看见他的人 却不知道是他 他是那个对他说 请告诉我 你把他放在什么地方 我好去帮回来的人 他无法说不 因为他被他接纳了 而其他所有人都拒绝他 这种接纳非常奇妙 凡是付赐给我的人 必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 我绝不丢弃他 查尔斯斯布珍说 这是他最喜欢的经文之一 第三个应许是 奖赏 没错 是未来的奖赏 但圣经马可福音 十章中说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着我和福音 舍弃了房屋 弟兄 姊妹 母亲 父亲 儿女 田地 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 就是房屋 弟兄 姊妹 母亲 儿女 田地 同时要受迫害 没错 在来世还要得永生 这是另一个奖赏 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 在后的将要在前 这是我们知道的 耶稣要求有牺牲 那当然会给我们带来丰厚的回报 第四个应许是 启示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说 那领受我的命令 并且遵守的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 我父必定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 我要亲自向他显现 将来一定有关于基督真正形象的 启示 你有可能就在耶稣的身边行走 却没有他是谁的启示 那些门徒不就是那样吗 耶稣告诉了他们 他将要 他告诉他们 人子必须受苦 必须被杀 必须被埋葬 然后他会在第三天复活 他告诉他们这些事不止一遍 而是一遍又一遍 但最后发生的时候 他们还是不相信 因为他们还没得到关于基督是谁的启示 旧约说了 他必须复活 可是他们不明白这个 因为他们没有启示 第五个应许 与神为友 我们得到了这个应许 享有一份好极乐的友谊 那领受我的命令 并且遵守的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 我父必定爱他 当然还有耶稣与门徒之间的友谊 这也是在应许之中的 是他处难寻的 喜乐 他应许我们会有喜乐 他在约翰福音15章中说 父怎样爱我 我也怎样爱你们 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 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 就必定住在我的爱里 正像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住在他的爱里一样 我把这些事告诉了你们 好让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 并且使你们的喜乐满意 我们需要从主而来的喜乐 他已经应许我们了 相信我 两千年前的状况和现在一样糟糕 甚至可能更糟 你以为这是地球上第一次发生瘟疫吗 你以为世界现在停转了吗 你以为现在已经糟糕到头了吗 不是的 以前曾经比现在更糟 而将来会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更糟 今天我到这儿来 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女士们先生们 耶稣也应许过了 将来会有审判 保罗在提摩太后述三章十二节中说 其实所有立志在基督耶稣里 过近前生活的都必遭受迫害 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中说 登山宝训中说 为一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 迫害你们 并且捏造各样坏话 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我们会遭受迫害 这是有福的标志 因为我的信仰 他们对我说的话好难听啊 因此你是有福的 经上说 如果你经历这些 你就是有福的 所以好好享受 从主而来的喜乐吧 刚才我给大家列出了七个应许 但我继续搜索 我搜索到了 我特别想谈的一个 这个应许 不在网上搜索的结果里 就像我先前提到的 97%到98% 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和教会 更不用说 世上其他人了 都无法接受 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中 所说的 我马上就会来读这段经文 我马上要给大家讲的 这个应许 被攻击 被嘲讽 而且主要是来自基督徒 耶稣说了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就必再来干什么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看耶稣接下来又说了什么 现在我们在地上 耶稣和他的父在一起 我最后一次去看圣经时 仍旧是这样说的 应当寻求天上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听着哦 听耶稣接下来又说了什么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仔细听哦 他会来接我们 好事 我在哪里 你们也在哪里 他本来也可以有别的说法 我会再来让你们迎接我 好事 你们在哪里 我也在哪里 但是他实际上说的是 要改地址 他实际上说的是 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了 将来他会回来接我们 然后带我们到他所在的地方 你说什么呢 威里斯 听起来怪怪的是吗 不 这确实是应许 这是应许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八节说 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要回到哪里来 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 看啊 大多数教会都唱过 一他第二次降临的歌 这些歌是很美的 我们经常唱 万希必向我跪拜 万口必称颂神 每一个人都要看见他 唱这些很好 但那唱的是 他再次回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 万希都要跪拜 万口 但是还有另一个应许呢 我必再来接谁 接你们 我和你们将有一个特别的会面 基督为了教会回来 这一直被讥笑 毫无疑问 教父们写了 他必须先带我们走 爱人纽在二世纪 就写在他的书里面了 这不是什么新的说法 这是耶稣自己说的 二世纪的教父们也说过了 在这个应许上 我们享有完全的权利 我们不仅可以谈论它 而且要守住这个应许 彼得后书三章三到九节说 最重要的你们应当知道 在末后的日子 必定有好计笑的人出来 随着自己的私欲 计笑说 看 只有当你随着自己的私欲而行时 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 就成了你所爱的 你所坚持的 你所渴望的 因为圣经说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圣经说 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应当寻求天上的事 这是属神的生活方式 是蒙福的道路 是属灵的样式 但是当你随着自己的私欲而行时 你就会依恋这个世界 然后当有人 像这个怪怪的以色列人 来告诉你说 耶稣真的要来接他的新娘 要接到无论他在哪里的地方 你就会接受不了 在末后的日子 必定有好计笑的人出来 随着什么说 随着自己的私欲 计笑说 他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 因为自从列祖睡了以来 万物依然存在 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一样 一切照旧了 不要再混乱我们的想法了 好好过日子 及时行乐 过好今天 我刚才学的 大概就是诺亚时代的人的样子 他们不想听 诺亚是个讲义的人 诺亚传讲说要悔改 诺亚和全家人造了一个方舟 大到你们这整个圣所的人 都可以装进去 那个方舟好大 诺亚告诉大家要悔改 诺亚自己在为一件大事做准备 但是别的人都讥笑他 我怎么会知道呢 因为我不是先知 我来自一个非盈利机构 我要让大家知道 圣经对此是怎么说的 圣经说 他们故意忘记这事 在太古的时候 因着神的话 就有了天和从水而出 借水而成的地 当时的世界 因被水淹没而消灭了 这处经文实际上在说 现在那些故意忘记的人 和当时一样 他们忘记了世界 曾经完结过一次 而他们以为万事平安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 一直不相信会有大洪水吗 因为在那以前 从没发过洪水 他们一生中 连下雨都没见过 大洪水之前的时代 大地是靠地下水灌溉的 大洪水真的带来了 很可怕的情形 曾经遮盖所有人美丽的天蓬 我说的是那时候 被毁了 从云上降下 好大好大的洪水 就这样 所有的细菌 所有的病毒 所有的疾病 都从那时候开始了 神创造的世界 本来是平衡的 神创造的那个美妙的星球 本来他说是很好的 但六个章节以后 他已经后悔造了它 因为它看透了人的本相 他说现在的天地 记得吗 他说现在的天地消灭过 但现在的天地 还是因着同样的话 可以存留 直到不敬前的人受审判 和遭灭亡的日子 用火焚烧 但是他说 亲爱的 这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 在主看来 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他说的意思是 看哦 你们一定要明白 神会实现他的应许 来接我们 但不要站在那掐秒表 因为神有他自己的时间 我想让你们知道 他还没接我们走 是有原因的 是什么原因 因为神宽容你们 其实他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灭亡 却愿人人都悔改 我想这和加尔文主义的 某些主张彼此矛盾 神希望人人都悔改 但有那么一个时刻 过了以后 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这很奇妙 因为我们现在说的是一个 很不可思议的应许 耶稣把这个应许 给了他的教会 说他再来的时候 是为了教会 而不是为了全世界 耶稣再来 是为教会 如果你们爱我 就要遵守我的命令 我要请求父 他就会赐给你们 另一位宝会师 看他离开教会时 说我会给你们另一位宝会师 看好咯 耶稣不是圣灵 圣灵不是圣父 圣父不是圣子耶稣 整个一体神学是错误的 是不符合圣经的 他自己说了 我会赐给你们另一位宝会师 使他跟你们永远在一起 这宝会师就是真理的灵 世人不能接受它 因为看不见它 也不认识它 你们却认识它 因为它跟你们住在一起 也要在你们里面 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 他说我去父的家里 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的 同时会赐下圣灵宝会师 帮助引导你们 为你们指明道路 但是我一定会来找你们 放心 我一定会来找你们 他不仅是为着教会来 他来是要干嘛 要把教会带走 你在说啥呢 威勒斯 要把教会带走啊 千真万确 你们心里不要难过 你们应当信神 也应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 有许多住的地方 如果没有 我怎么会告诉你们 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呢 耶稣离地升天 是去为我们预备地方 所以这里面的逻辑 是什么 他回来接我们的时候 要接到哪里去 要接到他为我们预备好的地方 嘿 好多其中机在那里工作两千年了 在为我们建豪宅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就必再来干什么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好使我在哪里 你们也在哪里 但是看看你自己 你看起来不好 别误会 我的意思是 你看着还不错 但你现在的身体 不能承受神的国 你我的身体都是有罪的 明白吗 我们都明白 这个身体无法在天上 见圣洁神的面 所以为了准备好离开 他说 弟兄们 我告诉你们 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 必朽坏的也不能承受那不朽坏的 我现在把一个奥秘告诉你们 这是哥林多前书15章 我现在把一个奥秘告诉你们 奥秘是什么 在希腊语中这个词是Mr. Young 奥秘就是神说过的 但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的 他以某种方式向我们启示出来的 他说 我告诉你们一个奥秘 看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圣经中说到信徒睡觉 就是指死了 但我们不是真的死了 因为我们的灵会立即与耶稣同在 要知道 只要你接受了耶稣 你就改变了你的灵将来的去向 本来所有的灵死后会去哪里 去阴间 但只有那些在基督里的人 死的时候就会与身体分开 与主同住 他已经负了 负了暑假 所以我们的灵会扑的一下 与主同在 所以信徒的身体死了 其实只是睡着了 但是我们都要改变 他说 在一刹那 眨眼之间 就是号角最后一次吹响的时候 这是天上的号角 天上正在为我们的到来做好准备 看经文怎么说 因为号角要吹响 死人要复活 成为不朽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死人要复活 变成不朽坏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他们的灵已经与耶稣同在 他们的身体在这里 但他们的身体也会改变 灵和身体必须合到一起 这听着也太 我要告诉你 这是圣经说的 他自己说了 他不是要来地上接我们 他不是要来地上 我们会到一个不同的地方 与他相聚 你们中间有多少人坐过飞机 飞机快要降落了 那时候你穿过云层 飞机颠簸一会儿 然后就降落了 我们会在那样子的云中 在空中与主相遇 圣经说 弟兄们 论到睡了的人 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免得你们忧伤 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一样 照样也应该相信 那些靠着耶稣已经睡了的人 神必定把他们和耶稣一同带来 耶稣回来接我们的时候 他会带着那些已经死了的人的灵 那些灵必须和给他们的新的身体 合在一起 因为怎么可能我们得到一个新的身体 并和他在一起 而那些已经死了的人 只有灵和他在一起 耶稣不可能只让我们有新的身体 而他们只有灵 他说 我们现在照着主的话 告诉你们 保罗正在对希腊 帖撒罗尼加的一个外邦教会说话 那可能是唯一没有犹太人的教会 因为他在那些书信中从来没有引用旧约 他对他们这样说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那时有发令的声音 记得我告诉过大家吗 这个发令的声音是从天上来的 有天使长的呼声 还有神的号声 天堂正准备迎接我们 看他怎么说的 他接着说 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必先复活 然后我们还活着存留的人 必怎么样 来念这个词 被提 大家一起再念一遍 被提 被提在希腊语里是 在拉丁语里是 教会现在称之为被提 就是从 这个词来的 可是圣经里没有被提这个词啊 我在圣经里找不到这个词 你找不到 因为你的圣经是英文的 而原文是用希腊文写的 原文里用的是 意思是被提 很快的一瞬间被带走 你我都会被提 提到哪里 和他们一起 就是那些从死里复活的人 我们要到云里 在哪里与主相会 在空中 好吧 但是我不知道 我能不能做到耶 你可以的 因为你会有一个 不同的身体 能行 你会呼的一下 就不见了 这不是荒诞不惊 我不相信有被提 这会是 哦 那你相信 红海分开吗 我上次去查经时 这事确实发生了 以诺是被提走的 以利亚是被提走的 所以这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到底有什么难理解的呢 女士们 先生们 我们不仅要在空中 与主相会 而且这样 我们就要和主 常常同在 换句话说 我们再也不会离开耶稣了 他会来 接上我们 带我们到他那里去 我们将永远与他同在 也就是说 不管他要去哪里 我们也会去哪里 他回到地上 我们也回到地上 他作王 我们也作王 他审判 我们也审判 总之 我们会永远与他同在 所以你现在就可以去 印这样一张名片 未来法官 或者未来州长 我们得相信 这一定会实现 有一群外邦人 去死海所属的 那个城市 问 请问市长是哪一位 这位是市长 我们想买捕鱼许可证 买死海的捕鱼证吗 这什么生物都没有啊 死海水33%都是盐分哦 那真的没有鱼耶 所以你们要捕鱼证 是的 你们要那个干嘛 在场的人 当然都笑他们 但我们想到 他们是外邦人 难怪呢 不过 你们为什么要买啊 为啥要买 没鱼的海的捕鱼证 他们就拿来了 西伯来语圣经 翻到先知以西节 写的那本书 给他们看第47章 说耶稣回来时 会地震 水要从圣殿山流出来 一条生命河要流出来 一半流往地中海 一半流往死海 死海将恢复生机 渔夫必从隐积底 直到隐以格连 都撒网捕鱼 所以他们现在想买捕鱼证 犹太人就赶紧去 仔细读圣经 他们想着 嗯 这是个好生意哦 我们不卖捕鱼证 我们现在就可以有 诸位 最好相信这个 神是信实的 天国祭客神学 对信徒做很有 鼓动性的演讲 说你们要做好人 伟大的人 因为我们寿命 要为耶稣的在灵 准备好这个世界 这是不符合圣经的 耶稣在灵这个世界的时候 不是为着我们 耶稣会带着我们 一起在灵 大家听懂了吗 不是要我们 为耶稣预备地方 他已经去为我们 预备地方了 他说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 到我那里去 真的 等等 我还以为 他会直接回来呀 听着 有两个分别的事件 被提和第二次降临 被提是他回来 接我们的时候 第二次降临 是他带着我们 一起回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那些教堂的 新使徒改革的人说 我们应该在这里 为他预备地方 他们说 真的有一批新使徒 像一世纪的使徒一样 他们要接受 有同样恩高的外衣 来预备这个世界 算了吧 圣经说 教会是建立在 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 我们是建立在 那个根基上 而不是教会 建立在我们之上 根基不是到最后才有 根基一开始就有了 一开始就做了 教会稳固的根基 记住约翰福音 十四章里的话 你们心里不要难过 你们应当信神 也应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 有许多住的地方 如果没有 我怎么会告诉你们 我去是要为你们 预备地方呢 我若去为你们 预备地方 就必再来 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好使我在哪里 你们也在哪里 我去的地方 你们知道那条路 他不仅要来接我们 他也会让我们 免于即将到来的 大灾难 教父们都相信这一点 我刚才说过 艾仁纽说 按照门徒和使徒们写的 教会被提 必须在灾前发生 我们需要经历大灾难 那随便你 你要是想待在这 你就待在这吧 但其实你不需要待在这 圣经说 神不是定义 要我们受刑罚 圣经说 他必定保守你 脱离那试炼的时候 而不是要你 经历那试炼的时候 那试炼要临到 普天下住在地上的人 但那时 我们已经不住在地上 我们所拥有的是 一本不同的护照 是我们得救那天得到的 我们是天堂的公民 现在我们在这儿 只是做大使 圣经说我们是基督的使者 我们在这儿是代表他 要开战的时候 通常大使就会被招回国 我们不仅要被接走 他还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张 排满的时间表 首先我们要站在他的审判座前 我们信徒的生命 会展示在我们眼前 我们会看到 我们为他所做过的一切 他要用火 来试验我们所做的一切 圣经说 如果有人用金银 宝石草木和节 在这根基上建造 个人的工程将来必要显露 因为那日子必把它显明出来 有火要把它显露出来 那火要考验 个人的工程是怎样的 如果有人在这根基上 建造的工程存得住 他就要得到赏赐 如果有人的工程被烧毁 他就要受亏损 自己却要得救 只是要像从火里经过一样 所以即使我们到了天堂 也会有行动在进行 我们会站在那里 那么你想要怎么样呢 像漫画里的人一样 站在那儿 被火烧头上冒出烟吗 还是想从耶稣那里 得到奖赏 就像那些长老一样 把他放回他的脚前 把他给你的还给他 无论你们做什么 圣经在哥罗西书三章说 都要从心里去做 像是为主做的 不是为人做的 因为你们知道 你们一定会从主那里 得到基业为赏赐 你们应当服侍主基督 不但他会奖赏我们 而且奖赏以后 我们就要进入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他要迎娶他的教会 我们是基督的新娘 圣经说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妻子 好像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为的是要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可以做荣耀的教会 归给自己 什么污点咒文等也没有 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我们应该作为他的新娘 被献给主 这就是为什么 当他谈到丈夫和妻子时 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启示录十九章说 我又听见一个声音 好像一大群人的声音 像种水的声音 又像大雷的声音 说 哈利路亚 因为主我们全能的神做王了 我们要欢喜快乐 把荣耀归给他 因为羊羔的婚期到了 他的新娘也自己准备好了 然后赐给他穿上什么 看呀 并且有光洁的细麻衣 赐给他穿上 记得哦 是光洁的细麻衣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的异形 然后天使对我说 你要写下来 被邀请赴阳高婚宴的人有福了 他又对我说 这都是神真实的话 他会带着教会一起回来 我怎么知道他会带着我们一起回来 格罗西书告诉我们要思想神的事 我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应当寻求天上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的是天上的事 不是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神里面 基督就是你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和他一同在荣耀里显现 我们再来看启示录十九章 我观看见天开了 有一匹白马 那骑马的称为忠信和真实 他按着公义审判和作战 耶稣在回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要来做什么 他要来作王 审判 作战 耶稣对我来说只是个婴儿 不 他长大了 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不 他被埋葬又复活了 而耶稣把另一边脸也转过来让人打 没错 上次他来是来拯救世界的蛋 等他再来时 他是来审判世界的 他会骑着白马 他再来的时候是个战士 他要作战 他的眼睛好像火焰 头上戴着许多皇冠 看呐 这里用的语言 我们看不见的那位神能看到未来 对我们来说是未来 而神已经看到了 因为神超越于时间之上 尚未发生的一切 神都已经看到 因此神所告诉我们将要发生的事情 对他来说已经是过去 过去时 大家明白吗 他给我们发了一封带附件的电邮 说不是也许可能发生 而是必定发生 因为未来已经定了 他在这里描述的事件 对他来说已经发生了 他只是在给我们一个恩惠 他在启示我们 好让我们知道 他说他身穿一件 进过雪的衣服 他的名字称为神的道 谁是神的道 耶稣 然后天上的众军 不是属于天上的军队 而是在天上的众军 包括我们所有人 我怎么知道 包括我们呢 因为他们穿着什么 他们穿着光洁的细马衣 记得吗 我们骑着白马 跟着他 我总是跟人讲 耶稣第二次降临世界的时候 你不想看到他的脸 你应该想看到他的背 你得是跟在他后面的 如果你能看到他的脸 那意味着你没有被提 那意味着你被留下了 那意味着你经历了大灾难 你还有可能是 他来要打的敌人 但如果你是骑着白马 跟在他后面 那你就是属于他的人 圣经在撒加利亚书 十四章的后半部分说 耶和华我的神必来临 所有的圣者都必与他同来 哇 很快就需要上骑马课了 在上些西伯来语的课 也有帮助哦 你们上那些课的时候 我就喝咖啡去了 想想看 我们会有新的身体 所以将来吃烧烤 不会再对我们不好了 在各种联谊活动中 吃很多食物也没关系了 不仅如此 他会带我们跟他在一起 他还要给我们奖赏 他会迎娶我们 将来要带我们回到这里 他要和他的教会一同作王 圣经在提摩太后书二章说 这话是可信的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 就必与他同活 我们若能坚忍 就必与他一同作王 我们若不认他 他必不认我们 我们纵然不信 他仍然是信实的 因为他不能否定自己 启示录二十章说 我又看见一些宝座 有人坐在上面 他们得了审判的权柄 我们得了审判的权柄 你们相信我刚刚告诉你们的这个应许吗 这个应许 在刚才说的 所有的关于应许的网站上都不提 这些网站都不提耶稣 要来接我们的这个应许 全世界超过97%的教会讲台上 都不提这个应许 这个应许受到的绩效和攻击 主要来自基督徒 他们相信被提是不符合圣经的 虽然我刚才讲的时候 只引用了圣经里的经文 你相信这个应许吗 因为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拉萨路死了以后 耶稣见了马大时 耶稣对他说 你的兄弟必会复活 马大对他说 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 他必会复活 然后耶稣说 我就是复活和生命 他其实是在说 如果你是一个信徒 然后死了 你一定会复活 如果我来接你们的时候 你还活着 那你就永远不用死 你会一直活着 那些在我里面死了的人 我就是他们复活的生命 我也是那些活着被接取 我同在的人的生命 然后他说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要活着 与身体分开 就是与主同住 死了对我们就有益处 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 当那事发生时 如果我们还活着 那我们就永远不会死 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 必定永远不死 但是接着听他 问了他什么 一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问题 你信这话吗 神爱世人 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叫一切什么样的人 不致命往返的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人 不是有好行为 要做好事的人 不是看上去好 说得好听的人 不是好人 不是的 是信他的人得永生 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 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必定不在黑暗里走 却要得着生命的光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把自己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给的 你们心里不要难过 也不要恐惧 确实瘟疫在继续 确实政权会瓦解 确实会有战争和战争的风声 地震各种瘟疫 火山爆发 没错 这些事一定会发生 因为他已经看到 这些事发生了 他告诉了我们 将来必要发生的事 他说是必须的时候 就意味着那是已经发生 他已经看见了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住在我里面的 我也住在他里面 他就接触很多果子 因为离开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所以你可以去试试 试试去建立一个政权 试试去建立共产主义国家 把神赶走 看结果会怎么样 你去问古巴人 他们会告诉你结果 去问中国人 他们会告诉你结果 没有基督 我们什么也做不成 我们可以假装能做到 但那迟早会垮掉 没有他 我们什么也做不成 耶稣说 主耶和华的灵 在我身上 这段在以色亚书61章里 主耶和华的灵 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高了我 叫我传福音 给困苦的人 差遣我去医治伤心的人 向被掳的宣告自由 向被囚的宣告释放 这世上任何出问题的地方 都只能借着他解决 只有当他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才可能和他一起 由他来解决 记住 贼来了 不过是要偷窃杀害毁坏 而耶稣说 他来是要使人得生命 不光是得到生命 你过得怎么样啊 还好吧 因为恩典得救了 不是这个样子 我来了 是要使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当这个世界 剑去死亡 你还活着 这正是信徒 该做的见证 但你必须认识 应许要接我们走的那位神 才能活在这应许中 他说 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啊 到我这里来吧 我必使你们得安息 你们应当付我的恶 向我学习 所以你们必须认识他 到他那里去 他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就必得着心灵的安息 我的恶是容易付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他是对一个犹太人老师 受尊敬的人说这话 不是在对外邦人说 他说 如果不是借着我 没有人 能到父那里去 圣灵和新娘都说来 听见的人也要说来 口渴的人也要来 愿意的人都要 白白接受生命的水 证明这些事的那一位说 是的 我必快来 这是他说的 我必快来 今天你受到鼓舞了吗 你知不知道 他很快就要来了 你知不知道 他说过的所有表征 他即将回来的现象 正发生在我们眼前 自从耶稣的时代以来 我们是唯一一个亲眼看见 所有这些预言应验的世代 我们这个世代看见了 无花果树发望 以色列已经回到了那片土地 以西结束38章所说的 那个战争联盟 也已经就位到处拉开了 战争的架势 我们看见世界统一政府 在兴起 我们正在目睹那一天的临近 我们不必再去希望 祷告那会发生 因为我们已经看见 那一天的到来 当我们离终点线如此之近时 我们必须紧紧抓住 那个盼望 因为那位赐下应许的神 是信实的 天父感谢你的话语 感谢你所有的应许 在耶稣里都是是的 天父感谢你 确实向我们 应许了耶稣会回来 为他的教会回来 要接走他的教会 迎娶他的教会 将来带着他教会 一起回来 做王统治这地 父啊 如果这里还有坚持 不把自己生命 交给你的人 我祷告今天 就是他要得救的日子 天父我们感谢你 称颂你 今天我们看到了 所有这些美好的应许 但我们要紧紧抓住 最大的那个应许 就是你很快 就要来接我们了 很快教会就要被提了 今天我们称颂你的名 现在请大家都站起来 我想用希伯来语 给大家亚伦的祝福 在今天离开之前 愿耶和华赐福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是他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长脸垂鼓你 赐你平安 那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 是这世界无法给你 也无法理解的 那样的平安 只能来自和平之君 他是和平之主 能赐你平安 从今时直到永远 在此地和任何地方 他是我们的救赎 他名叫耶稣 我们奉他的名祷告 所有神的子民都说 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 愿神祝福你